加州民主黨戰主導地位 政策越發的左傾 引發保守派選民的反感 近期 由加州東部農業縣發起的新加州獨立運動引發關注 發起者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州政府 關注和維護當地中產階級的訴求 10月5日 6日連續兩晚 參與新加州獨立運動的各界人士 在南加州爾灣舉行第二次立憲會議 標誌著該運動又向前邁出一步 與近期推動獨立或拆分加州的公投形式不同 新加州運動基於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賦予的古老權利 由公民向不同的地方縣的司法機構遞交申訴 表達政府沒有代表自己的合法權益的立場 運動發起人 主張將加州東部大片的內陸農業縣以及聖地亞哥和城縣獨立出去 成立新加州 涵蓋目前加州的51個縣 總計1800萬人口 當前 加州民主黨在州府聯邦等立法層面都佔據絕對的優勢 與會人士指出 一黨獨大之下 實行高福利和大政府的監管 導致稅賦物價房價高漲 中產階級利益被壓榨 與此同時庇護非法移民 社會治安不斷惡化 他們正在向政治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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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雙方的行動動發生 他們不再想法定的分別 他們都要出現 我站在身上來自一部分的新加州 因為我相信 如果我們都不站在身上 和取回我們的權利 取回那些被我們 在我們的法律法 當我們已經是太晚了 南北战争时期 西维吉尼亚州从维吉尼亚州成功独立 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分裂州的实例 一百多年过去了 新加州要想成功独立也需要特殊的政治条件 发起人士指出 当前加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 瀕临关门 他们希望届时把握机会 通过承诺分担债务达成脱离协议 新唐记者南森素张德辉 加州尔湾采访报道